立法院上午七點簽到時 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 不買民進黨團總召 柯建民插隊大聲怒批 而民進黨立委郭國文上前阻擋 就是這個動作 郭國文伸手推開黃國昌的臉 被控打人 還一度被傳承打巴掌 民眾黨團表達抗議 並譴責暴力 是被打 我覺得郭國文你太離譜了 這種暴力的行為 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當場跟郭國文抗議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打人 郭國文反酸黃國昌口水一直噴 當下他的耳朵跟臉都受不了了 才把黃國昌的臉推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兩人對罵的距離非常近 黃國昌又大聲咆哮 讓郭國文直呼很吵很噁心 更道歉開算黃國昌變成藍影小弟 我真的錯了 我錯了是不應該把他臉推開 我應該摸他的頭才對 我的同事有兩種建議 他說一個要保全證據三天 那第二個說 最好去醫護術消毒 真的是非常離譜 真的超越了文明的底線 我覺得考驗 賴清德主席的智慧 而民進黨立委林楚音 則出示影片開嗆 黃國昌先回頭看到很多媒體 第二次回頭才開始表演 諷刺黃國昌附隨組織直接進化 成為立法院假新聞製造機 一邊說打人 另一邊說擋口水 有沒有打臉就讓畫面說話